我新疆整个都跑遍了 又是汽车嘛 来回跑 哪都去 是吧 新疆我是跑遍了 嗯 那个无人驱什么呢 当时那地儿 无人驱去过 嗯 都隔壁上 我们原来跑车就是隔壁 哦 原来一开始去的时候 嗯 跑车得一礼拜 由河天到乌鲁木齐 哈什到乌鲁木齐 嗯 全石子路 叮当叮当一天 过去都是破解放车啊 跑也跑不快 四五十公里 你瞎拉着那东西 它跑不动啊 我觉得 最少得一礼拜 哦 来回一个礼拜 来回就是单趟一礼拜 啊 后来好了 嗯 后来三天 因为都是柏油路了 哦 现在都是柏油路了 生活反正是艰苦一点 也就这样 你没办法 你冰团就是那样的 对 特别 你没折 哎呀 大锅饭 一天就是那个馒头 嗯 面条就这个玩意儿 那火房那时候去 都是火房 对 后来就慢慢的就 各家耕各家吃 因为承包了他们的农民 承包地了 有均垦战士 我们这是处理搞积物的 他们种地的是农民啊 等于说是 就苦点 是 那这新疆的太少了 太少 新疆少 所以我们这主要是绩效 好 知道着那招兵 那去挖和招那个 怎么着 到那炫开垮 就是拖拉机什么的 汽车这个呢 开垮 是 开垮新地嘛 开荒嘛 就这么着 过来了 行了 把我过来了 不容易 三十年回来了 那是不是跟您结婚有关系 没有没有 都那样 都那样 都没回来 不是说没结婚的 你都能回来 结了婚没结婚 都没回来我们 哦 那也不错 快一个礼拜就都回来了 还真快 那也不错 九四年底 九五年 二月份 我就把手续都拌回了 回来了 那您这一辈子不容易啊 嘿咔 熬得现在 就不容易了 哈哈哈哈 回来的时候 房子没有 啊 啊 我父母的房 兄弟姐妹都给 是啊 住了 没了 对不对 他们要成家了 对 回来的时候租的房住 哎呦 这慢慢的 我自己有点钱要买房 嗯 买房最后又这又弄房 这么着才起来的 是 因为我回来工作还可以 就是也是开车嘛 对 对不对 还收拾还停 嗯 所以说 那您这也跟您奋斗离不开啊 对啊 奋斗了十几年吧 对吧 回来一直 嗯 到一零年退休 那真是 没闲着 没闲着 那得刨实力的刨啊 你不中不吃不喝吧 是 对不对 没房住 住房住 住了好几年啊 四年吧 住了 那挺艰苦的 当时回来 九五年住的 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以后 我才买的房 在光明楼那买了一个 嗯 那您当时买对了 那会儿 我当时买对了 后来这个房一卖 嗯 加了十倍 是啊 当时它也十万零三千买的 嗯 一居室 光明楼那个 龙大公園 北门在这 前面那片老小区 是 一定是老小区嘛 后来我卖 卖了一百三十万 哎呦 那可以啊 那当时 咱们翻了 啊 我是六年前卖的 嗯 六年前我跟这儿弄了一个两居城啊 把那房买了 因为我太小 没法弄了 那您当时来讲有眼光啊 大爷 很多咱北京人来讲 当时便宜 那时候我一看不行了 我说这也没房 干脆有点钱买吧 哎 还便宜 十万零三千 买对了 啊 啊 买了 这不是 一百三十万买的 哎呦 那真是您当时 我还住了那么多年了吗 是啊 啊 可以 哎 现在这北京房价呢 你看 现在北京房价不是挺高的了吗 是啊 据说现在好像又比原来又稍微低一点了 可是那一般老百姓也买不起 真是 现在这儿的房价啊 好像得四千块钱左右一平米 四万吧 现在 哦对 四万 四万一平米 就这 我听说啊 我没问啊 我听我老婆有时候听着聊天跟人说来了 那当时您的买这儿的房也是花了 花了 那也不错 那现在也升值了 升值了 现在也升值了 那现在我们老林口住了 两居室挺好 七十多平米八十平米 那足够了 足够了 足够了 来人也能坐 也能住两居了嘛 那没事 那当时您买书多少钱一瓶 我买书是 九千 哦 也还可以 九千 可以 那您也是有眼光啊 大爷 那也 行了 行了 有地方就完了 哈哈哈 真棒 大爷